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小红 她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 里面装着来自未来的智能眼镜 据说能够显示130寸的大屏幕 此刻她内心激动 以为自己获得了一个移动电影院 然而 当她戴上眼镜之后 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自显示屏诞生以来 大家对她的追求呢 就是更多享受 更少束缚 翻译一下呢 就是懒 哪块屏幕能让我更懒的去享受它 哪块就是最常用 目前来说的话 获得最懒屏幕称号的 毫无疑问是手机 你可以躺着 趴着 甚至倒立着看都行 然而 Nreal L的出现呢 可能会动摇手机的地位 因为它都不用手拿 它刚发布时 我看到网上各种体验时 真的是太激动了 只有79克 却能够显示出130寸的大屏幕 就相当于你随身背了一个130寸的大电视 这还不掉打折折平和投影仪 再加上以前的AR眼镜 都是这样 这样的 然而Nreal呢 就跟普通的太阳镜差不多 这个产品让我仿佛感受到了 从有线耳机到AirPods的进步 真的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产品 没有之一 我已经能够想象到带着它 从此躺在床上 坐在机体上 就能够看大片 走到哪里 都会成为最亮的仔 于是我在预售的第一阶段呢 就立刻下单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我拿到了这个 来自伟来的眼镜 迫不及待的打开盒子 用完之后 我只能说 期望越高 视望越大 总结来说哈 它通过巧妙的方式 让AR眼镜这类产品变得可以日常使用了 但同时也有非常多不完美的地方 我来描述一下用了这么久 我整个心理变化的过程 我拿出来使用的第一颗 我发现 它是要用线连接的 好家伙 官网拍的图真是真的巧妙 基本都是没有线的那一半脸 看来用AirPods来类比它呢 是有点错了 它还是属于有线耳机的阶段 但是有线呢 反而是它很聪明的地方 没有电池 不需要充电 所以它不能算是一个智能眼镜 所有的计算呢 都是通过连接你的手机来完成的 它只负责显示好它的130寸 本质上呢 就是一个便携的显示器 这也是它能够做到这么亲的原因 为了懒呢 有线就有线了 可以忍 它有两个模式哈 一个是连手机电脑 把内容呢 投屏到眼镜里 当一个显示器用 另一个呢 就是下载APP 进入AR空间 然而尴尬的地方来了 它不支持iPhone直连 光光的转换器呢 竟然要799 这个眼镜也就才2000多吧 我一看支持列表哈 限制还是挺多的 大部分设备呢 就只能投屏 不能够支持AR空间 当我连上iPad之后呢 终于可以开始享受电影了 不 你以为你获得了130寸的大屏幕 但画面呢 是在4米以外 看起来 一点都不大 我比对了一下哈 大概相当于在80厘米处看27寸的显示器 40厘米处看11寸的平板 以及15厘米处看6.1寸的手机 别说有电影院的感觉了 连在家看投影仪的感觉都没有 不过毕竟解放了双手哈 你不用像举着手机iPad那么累 小点就小点可以忍 但离屏幕4米就意味着 我这个近视啊傻也看不清 要么就是眼睛掏眼镜 好在呢 首批用户能免费配一个299的近视镜片 我去淘宝客服提交了艳光信息 又经历了慢长的等待 拿到了近视镜片安装开机 哼 终于可以开始享受电影了 不 这个画质 暗部基本上没有细节 偏红偏绿 尤其是这个白色 红到我以为iPad烧坏了 我问了一下朋友 他说的很专业 伽玛跳的不准 而且每一集亮度 色温还都不一样 如果你对他的期待呢 是拿来看电影的话 那你一定会失望 但如果只是刷刷短视频 看看动漫 这个颜色呢其实也能接受 毕竟为了懒 可以忍 好在画面很清晰 1080p呢完全够用 声音呢也还不错 是从眼睛腿这里出来的 这种开放式的 低频就被指望了 露音呢也会有 但路人很难听到 亮度呢确实挺高的 宣称400尼特 室内呢是完全够用的 甚至还要调低一点用 户外就不太行了 他用的是OLED的屏 对比动的是无线比 前提是你的背景得是纯黑才行 好在呢他配了一个遮光片 我愿意称之它为眼镜的降噪模式 不管外面有多亮呢 都能够获得影院般漆黑的观感 我在用这个眼镜的大部分时间里哈 都是带着遮光片的 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 首先它只能遮眼前的光 旁边的光很亮 还是会吸引视线 然后戴上你就会变成一个睁眼瞎 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我还是觉得把眼睛全部包上 然后再像Oculus在VR前装几个摄像头 拍摄画面实现通透模式是比较好的方案 但其实画质亮度影响都不大 沉浸到距离呢很快就适应了 最影响观感的有两个硬伤 第一是这个斜向镜片会反光 如果你穿的是亮色的衣服 画面显示暗色的话 就会时不时的看到你衣服出现在画面里 所以我每次想要用它的时候 我都会下意识的看一下 今天穿的什么颜色衣服 9月18日请穿白色衣服不宜用眼睛 第二个问题 它虽然看起来跟普通的墨镜差不多 但其实它根本没有办法当一个普通墨镜来用 因为它有两层镜片 大小是不一样的 中间就有一个分割 什么感觉呢 你可以试一下哈 把手指放在眼睛的下面 也能看清楚前面的东西 但就是眼睛很个硬 再加上一个静置镜片呢 简直就是在眼睛面前叠buff 我是没办法把它一直挂在我眼睛上的 不过我知道还是能带在包里随时用嘛 可以忍 穿上线换好衣服 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享受视频了 不 它的问题又来了 戴上眼镜 你该怎么快进登录打字呢 总统统这样吧 没错就只能这样 还有一个行业级的问题 就是遇到广告怎么办呢 正常看iPad 我可以别过头 抠下指甲看一下手机 但戴上眼镜 我就只能看广告 因为摘下来太费劲了 还得捋头发你知道吗 也不是完全没好处 至少广告商是开心的 我一个朋友也买了这个眼镜 他为了解决操控的问题呢 买了一个空中鼠标 于是我又下单了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收到了鼠标 终于组成了眼镜的完全体 但看着这些装备 我突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等一下 我一开始的目的是干啥来着 偷懒啊 该说不说 用上完全体真的方便了很多 甚至这篇稿子 我都是躺在床上用它写完的 我总算理解了这类眼镜的本质 它实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它给你了一块不占地方的大屏幕 同时解放了双手 你不需要用手拿着 不需要用支架去撑着 它的做法呢 就是把这个支架挪到了你的头上 从享受越多 舒服越少的角度来看的话 正经的说 一块屏幕要么就是好到 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舒适性 去见证它 比如大老远跑去看电影 要么就是舒适到 我愿意放弃显示效果 而选择它 比如手机 而Unreal的显示效果呢 它没有在享受上 超过我任何一块屏幕 但是从偷懒的角度呢 它的确是更方便了 不过它戴5分钟的压迫感呢 就能够赶上我戴普通眼睛半个小时 我很难用它看完一整部电影 距离获得最懒的屏幕呢 还差几十克吧 虽然我对它吐到了这么多哈 但是我还是愿意给这个产品一个好评的 它至少解决了在某些场景下 从无到有的问题 你至少能有一块屏幕可看 如果我在上班 需要通勤 需要现象出差 我拿什么屏幕呢 都是麻烦的 那这个眼睛呢就非常合适 它能够让我从以前的听歌变成看视频 就已经很成功了 但是可惜我已经不上班了 我在家可以躺着看iPad 坐着看显示器偷移 就连运动时 镜子里都有一块屏幕 甚至我还买了一个可以移动的大屏幕 对于我这种家里屏幕很多 又不缺失诈的人来说呢 确实利用率不高 所以你只需要考虑在什么时候 你想要一块屏幕 而这个地方却放不下 比如在地铁里 在飞机里 什么时候你不想举着手机平板 你想要一个支架 但又没有 比如躺在床上 坐在沙发上 这些场景越多呢 这个眼睛就越适合你 至于想要替代投影仪显示器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它的这个AR空间 虽然官方写着 M1Mac可以用AR空间 但是也没有APP可下 我问客服呢 他说还在调试中 于是我就找玉玉 借了一个安卓机 感谢玉玉 下的好应用呢 我进入了AR空间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无线屏吗 这个AR本质上呢 还是一块屏幕 只不过把屏幕固定下来呢 就像你是从窗户 望出去的一样 用手机操作起来呢 还是比较方便的 什么 什么 客户乱 只能说相对方便吧 里面的游戏哈 也没有很好玩 用一段时间呢 我依然觉得 它最好的归宿 还是投屏用 首先我就不认同AR VR这种 非要模拟一个 完全现实的场景 我用电子产品就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懒吗 非要弄的跟真的一样 我还要拿个东西就要转头转身呢 都没意思 场景当然是要越真越好 但是体验不能真 然后它的位置呢 偶尔会有轻微的偏移 你就得不断的调整你的头的位置 去迁就这个屏幕的位置 所以放进攜带 把它当成一个屏幕用呢 就可以了 至于AR什么的 目前还是不是很成熟吧 在安卓上投屏呢 画质虽然还是老样子 但至少白色不偏红了 我觉得这个眼镜对于苹果用户 不是很友好 手机需要适配记忆就不说了 Mac也只能镜像投屏 Windows至少还能扩展 当一个副屏用 哎总结一下 虽然我整片吐槽的点比较多哈 但我是真的很任何ARIO的创新 它至少把这类产品做到了 能带出去用 它有点像音箱之后被发明的耳机 肯定有带着不舒服 因着一般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耳机的使用呢 就是比音箱要懒 所以它的普及度呢更高 社会的进步不就是大家为了 彼此能够偷懒和享受 而互相努力吗 为了更懒 耳机自1937年发明以来呢 这根线经历了79年才迎来了 AirPods这样的无线产品 我还是蛮期待AR眼镜变成 和普通眼镜一样舒服 成为眼镜里的airgloss的那一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多多投币点赞 转发收藏支持一下 下期见 Thank you 还没开始吗 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小红 她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